之前好像有跟正維有見過 我是新朋友,但我也是雞湯來的 是的,你好 我是子晴,我正本是做行銷的 我叫唐鳳 我剛才怎麼叫你比較好? 一般都叫唐鳳 好的 我們今天就是想要跟正維討論一下雞湯來的在做的事情 想要透過教育新創跟數位轉型 正好妹跟唐鳳一起討論 來吧 那就先簡單介紹一下雞湯 我知道是朋友跟唐鳳簡單介紹 對,那我們其實裡面就是想要了解說 大家上一次跟家人認真對話是什麼時候 每個禮拜天嘛 對 真的嗎? 對 然後大概其實有50%人不知道怎麼跟父母講話 對,尤其是我們院長院大很難跟他講話 但其實有一群朋友就是我們 我們了解他的難處想陪伴你用知識跟練習 陪伴他一起在家庭裡面蓬足關係的吉他 那我們就是雞湯來了 那簡單來說雞湯來了是誰呢? 就是我們是一群台式大畢業的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然後我們就需要用知識跟練習這樣的方法 陪伴台灣的家庭學習家人相處的好方法 對,那我們主要做兩段 第一段就是做預防 就像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還沒建立家庭 可是已經有 就是既有了一些原生家庭 希望可以透過認識自己 然後在未來建立關係 甚至結婚生小孩之後 會有一些好的一些方法練習 那如果是已經建立家庭的親子 我們用對話的方式 讓他們可以了解什麼溝通 什麼對話的技巧這樣 所以預防的意思是 預防一個關係不好的家庭形成 可以這麼說 不是說預防形成家庭 不是說我像他形成家庭這樣 他這樣就可以到這邊 對,因為你建立家庭左邊寫預防 我這個機關署的文宣看多了 預備成立家庭這樣 所以中間切的點就是建立家庭前後 那我們其實有做三件事情 在做預防跟對話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科普文章 第二件是實體活動 第三件會有一些工具幫你做練習 那以科普文章來說的話 我們會做科普文章 譬如說一般的一些比較專業的期間 我們把它做轉譯用好玩的方式做 譬如說冰山或是一些什麼 我訊息或儀式等等的 那我們可能會透過戲劇 搭配這些科普文章 甚至我們想說可以訪談一些人物 或是一些活動報導 然後讓大家更瞭解什麼是家庭教育 然後用比較拼音 戲劇的意思是什麼 就簡單來講 譬如說之前紅的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是已經人家拍好的 就是你做一個詮釋 我們做分析 我們做分析 不是說你們自己去演一出 對 有點像是劇評的方式 然後裡面用理論去代表說 我們這裡面做了什麼事情 對對對 然後有些人物的一些訪談等等的 然後科普文章的話 其實我們最多人喜歡的是 就是把這個知識轉移的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些活動報導人物等等 然後在實體活動的部分 就第二部分 我們做的內容是親子子子子或婚姻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很多合作機構跟對象 對 然後形式呢就是比較特別的是 跟一般這種想像中的親子教育比較不一樣 不是老師講 然後他們下面學 是用體驗式的方式做中學 對然後希望是家人跟小朋友可以一起學 或者是夫妻兩個一起來學 這樣子 或者是一群未婚男女一起來聯誼的感覺 對對對 他們可以鑄成關係的對話 對 子子教育是給年紀多大的 這不可能預備了嗎 開教育 大概是青少 青少年一直到 我們這個年紀都自子子教育 對 還有像是親子教育有在延伸到後端 對 我們會討論說到底什麼是孝順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看待我們的父母 對 孝順是余孝嗎 還是什麼叫孝順 對 然後我們其實最多人參加的是親子關係工作坊 那我們未來想要做的是情感教育工作坊 這樣子 然後我們最後第三個是練習的工具 那我們就出款一款那個問問密集的桌遊 對 然後上次可能有跟正偉介紹過這樣 那桌遊其實蠻多人都會回應說這個 其實可以透過桌遊的方式 讓家人有一些比較多的互動這樣子 對 然後有些爸爸就回應說 以前我都說請你要去做什麼 要去做什麼 因為透過這個桌遊玩完之後 他就說我 知道要講為什麼你要去做這件事情 對 讓溝通的冰山可以越來越往下挖這樣子 嗯 好 那我有一些雞湯尼藏杯 以成杯跟唐鳳一起分享 就是我們網站有一些 一些數據就是還不錯 有些人來看我們的文章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有些媒體要搞 這是關於剛剛第一部分 科普文章的部分 對 然後第二部分就是我們剛剛講一些活動 我們就有叫台灣啪啪走這樣子 對 然後今年有觸及到蠻多人了 對 好 然後我們的一些TA的話呢 我們因為一些調查 其實還是女性居多 對家庭這個一切關注 你們的社群你們叫雞湯塊 我們叫雞湯塊 對 我們叫雞湯塊 準備要融化了 準備成我們一部分 準備成你們一部分 好 然後還是以我們這個年紀 就是20到25歲居多這樣子 嗯 然後他們職業分佈 滿多是一些老師 他可能需要一些工作上 需要一些轉譯的文章 然後有些學生 然後大部分還是在雙北區 都會去比較多 對 然後他們會 對於他們覺得雞湯是什麼 就是家庭教育的小百科 因為我們有一些科不文章 對 然後同時我們用好玩的方式 把活動帶得不像一般的就是 講述形的單向型 把家庭用變好玩 對 然後同時我們會引起他共鳴 用一些行銷的方式 嗯 我想講普通講第二個 因為就一般我們自己是十大人發戲出來的 然後在這個戲裡面 就是我們其實有很多相關的人都在做 在NPO裡面做家庭教育的推廣 可是他們做的方式 會跟我們做的方式非常不一樣 而且比較多也都是以那種單一性的講座為主 所以對於就是我們後來在想 二這一點對他們而言 是他們可以了解說 原來這件事情還有更多的 運教娛樂 對 你們有特別倡議什麼嗎 我們倡議嘛 舉例來說好了 去年五月是那個 同婚的一週年嘛 對 有時候我們就會倡議說 家庭的樣子是很多元的這件事情 對 因為大家一想到多元家庭 就會馬上想到就是 喔 同婚家庭 但其實多元家庭已經包含了 為什麼我講 哈哈 多元家庭裡面就包含可能單親啊 或是新住民啊 這些都是多元家庭的部分 對 就想把這件事情讓大家 去標籤化之後 可以讓它更容易接受 對 那大家最喜歡的議題就是溝通議題 然後就是依序排下來這樣子 嗯 所以我們其實很著重在溝通方法的一些 拆解一些步驟啊 或是一些好玩的方式這樣子 嗯 然後就有蠻多人做推薦 就覺得說 我們分享活動很好玩啊 然後觀念什麼什麼之類的 嗯 所以親師那一塊特別低 你們覺得會什麼 我說親師這塊特別低嗎 對啊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耶 因為你差很多啊 對 我覺得親師這塊 雖然我們很大比例的人是老師 對 但是親師互動是 有點像是家長怎麼樣跟老師做活動 就是他沒有什麼call to action 就是我是學生 我看到了 我也不知道 我能夠怎麼樣 讓我的親職人員 跟我的教育人員去互動 對 好像我很難救一團 這種感覺 可能還有一塊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族群 他們就是做我們這個已經畢業的人類 他們可能大學以上 然後他不一定做教育工作者 所以他可能也還沒成為家長 所以他也不是老師也不是家長 對 他也沒有去Teach for Taiwan 對對對 工作跟教育沒有什麼關係 對沒錯 所以他可能是在比較general的 就是溝通辦法這件事情上 了解 所以工作與家庭 他可能還沒成立自己的家庭 對 所以他就是只有自己跟 一般就是我們這年紀 可能就是以工作為主 對 我們親子關係有討論到就是 自己跟原生家庭 就是二十幾歲這個時間 所以我覺得 他們應該會在裡面也有一些 可以看到的東西 對 所以他們比較融化在這部分 對 所以這個並不是不喜歡 而是說可能覺得跟我沒什麼關係 對 對 好 好 問題要來了嗎 問題要來了嗎 好 那我就簡單來說 因為我們現在就做了兩週 第一週就是在做預防 就是針對我們這個年紀 以前要將婚未婚的人 然後另外一週就是做家長的教師 那他就是比較偏向 就是怎麼樣建立關係的對話 親子活動 對 所以我們就有一些問題 對 我以為你要放線上的現象 也可以 放 我們再看一下 好啊 線上活動其實我們就是 做了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剛剛有多元家庭 我們說ABCD 請問哪個是最幸福的家庭 那答案可能就是 都是 都是 就是家庭的形狀跟組成不影響他的性圖程序 對 那 對 然後有一些比較就是把 做他理窗這個大家都知道的概念 是 用一些圖像畫或知識轉移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說 喔其實他就是很簡單的概念 幫你做複習 那他這也跟關係的建立很有相關這樣子 嗯嗯嗯 對 就是有些人覺得我跟媽媽關係很好 人家就嘲笑你是媽寶 對 但是很遠然後都不回家 人家就說你不曉說 你不曉說 那到底怎麼樣抓關係 在中間這樣子 是最好的 對 他是有一個附助測驗 我們有專業一個 學論文裡面的小 亮表 亮表 然後你就可以獲得 你是 你就回答一些問題中 你就可以獲得你是疏遠型 還是 若即若離型 或依賴型 對 對 還是可以共好 一號 五號 會有寫 因為我們是用賣神 講slogan 我們是用賣神 人做的事 他就可以畫一個小解放 對 對 對一個小的拳吧 沒錯沒錯沒錯 我們做很多 全部都20塊20個30個 其實每個月會有一個拳吧 對 好來 那現下的話 就是我們有參加雜學校 因為其實跟我們只有有關係 就是體制外的教育嘛 對 那我們就入圍這樣子 對 好那問題來了 就是其實我們一直困在一個點 就是我們商業模式 對 我們剛剛產製的非常非常多種內容 對 但是就很難變現 對 對 這是我們一個非常非常大 致命的痛點 致命的痛點 對 就是活不下去的痛點 活不下去 QQ 然後那今天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如果再加入數位轉型 這個點 可能會把這個 內容產製的部分 比較容易變現 或者搞一個突破口 對 這你們都自己寫的嗎 這是內容的文章嗎 全部都自己寫的 所以其實是 其實是 成本過高 而不是無法變現 可以這樣 可以這麼說 你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如果是一般的內容農場的話 他 就是一般都自己寫 他最多只自己下標題 對 那如果你的工作只剩下標題的工作的話 那 變現是很容易的 對 因為這樣你的產製的數量 可能是大概200倍於你目前的這個量 對 那你們現在的挑戰 感覺上是 這個商業模式 他要support 等於一些全職的內容產製者 對 那這個是 一般來講 比較難的 比較難的一個取景 對 所以想說 透過數位轉型的方式 那 比較 教育比較快聯想不到 就是做線上課程 對 或是做一些app這樣子 對 那這樣的方式 怎麼樣可以讓雞湯 可以更符合台灣家庭的需求 對 就是我們可能在未來多數的轉型上 會遇到比較大的商業模式的挑戰 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有好內容 對 然後平台的話 還是只有在可能 網站跟Facebook上面而已 對 要把它轉成別的方式 讓大家比較好 為什麼你們這群人花這麼多時間寫文章 是因為你們喜歡寫文章嗎 其實我們 我們有一個人很喜歡寫文章 對 他用的文章才就是 繼續在這個地方就是努力 哦 了解 然後我們 我覺得以團隊上的公司來講 的確我們寫出來的文章 是比較有價值 跟比較符合我們使用的 我們自己覺得 當然 對 所以 其實那個文章也有同事 被用在 比如說我們的課程場域裡面 然後它是一個我們的 有點像前導的知識的 調研 然後再把這個研究結果 拿來做發展成課程 對 那他有想過Premium嗎 就是說 寫一些只有付錢的朋友看得到 有 有試過 但是 現在不是有很多什麼 substack 什麼之類的 可能我們有上一些 pressplay之類的一些 就是內容平台 對 但就是也很難變線 他的訂閱數很少 不確定是不是沒有抓到重點 因為就如唐空看到我們有很多的線 有些是專門專注在伴侶走線 有些是親戚走線 有些是自己跟自己 對 之類的走線 對 因為理論上這一塊 泛指就是身心靈跟家庭相處 應該是市場非常大 對 而且就是不管是你從哪個角度切入 有些從資商角度 對 有些從 星座角度 With all due respect 很棒的角度 有些角度 也都可以變線 對 所以我覺得主要還是那個人設 就是你的這個寫手 或者你的這個品牌 能不能讓人一想到就覺得說 那這方面的事情就是要問他 所以我們應該推出一個人 因為我們現在推出的是一隻雞 就如剛剛可能前面的一些寶寶 而且這隻雞很快就會掉到熱鍋裡死掉 我一直不是很確定 你們這樣子 我一直看到雞蛋碎掉 一隻雞來講一講話 然後好像一隻雞帶領我 看一個雞蛋的抽象畫 然後這樣好像哪裡怪怪的 有些鍋子 有些鍋子 因為你用很多鍋子的意象 然後結果有說這個導遊 很快就要變成我的一部分了 是這樣子嗎 而且你們的就是粉絲又叫雞湯怪 直接融化在我們裡面 整套都怪怪的 沒有辦法 我們來不及了 也是因為那時候覺得雞是一個 比較明確的意象 應該說他比起雞湯 因為我們其實叫雞湯來了 所以照理來說 我們應該要討論雞湯 因為雞湯是勵志溫暖 這個沒有問題 大家都知道心靈雞湯是幹嘛的 但是雞湯裡面的雞 就突然跑出來 真的不太一樣 真的不太一樣 對 因為明明有一個人設的問題 就是說 大部分的人想到雞湯 它是一個範程 就好像我們說 關於永續 永續 那永續 大家想到什麼 想到可能17個顏色 對吧 那 然後就沒有了 想到多元同時 也許想到彩虹 對吧 這些都是真的嗎 17色環或彩虹 那雞湯是這一類的 就是它是符號 對 但是你說彩虹或者是一個色環 它有什麼公信力 它會來跟你講話 好像都不會 它感覺上是屬於某個其他的發言者 所以 那我戴粉紅口罩 或彩虹口罩 這個是一個statement 但是這個statement 是我來給出的statement 那 所以 雞湯也好 彩虹也好 它可以當hashtag 就是它很容易傳播 可是它很難變現 很難變成說 那我一想到雞湯 就想到你們 這個不太可能 我想到雞湯還是想到康寶 對不對 like literally 有一個雞湯 對 那所以 就是說如果你們 可以去往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我是舉例 好比像說像圖文不符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或者是 或者整個飯課知識 就是他們的那個品牌 很明確就是說 它在想到 你需要用圖跟文 去做一些科普 知識的傳播 或者像 其實顏織有五 也是一樣的例子 就是說 它的logo 或者它的品牌 很明確的說 你如果要某一方面的 相關的知識的話 那我們就算沒有什麼權威性 但是至少有一些公信力 對 就是說我不是唯一可以講這個話的 但是我講的話 都是經過嚴格的查證 就是優質內容嘛 簡單講是這樣 但是它不會突然變成 好比像說像科學來了 科學來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也許你們寫的同仁 要不要考慮自己 或者是 我不知道 VTuber 總是就是弄個人設出來 這個人設是 你們剛剛其實你們有做調查 就是比較大家整個市場買單的 那件事情的一個 不要說權威啦 一個有公信力的一個單位 有可能人的方面 因為是關於人的事情 推個人出 大家會覺得好像有一個比較 對 比較容易connect 比較容易connect 對 對 就是說當然你們還是很多人 可以一起寫 但是我覺得還是會需要 有一個類似主唱吧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這樣子的話 至少理解到它的人設 而且對它的人設有共鳴的這群人 才有可能變成像你說Premium的頂戶等等 我剛剛講的都是順著就是 你要專門以寫高品質內容來賺錢 的這條路 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啦 如果你現在是 要變成從桌遊跑去做 就是video game 那是完全另外一種做法 對 這條路可能也是比較快 比較可以馬上 可以達到我們想要做變現這件事情 對 好 那接下來想問就是 其實我每個數位轉型的困境 我一直 我像我們以前就是念嘉玲教育 所以就很重視性質教育 溝通等等之類的 但就會發現在議題的形式上 關係好像是要面對面的 可是在數位轉型之下 它就會變成是用線上的方式 進行關係的探討 那我自己在討論的時候 就會覺得 這樣子會不會 反而用線上的方式 在做關係的串聯 會是一件邏輯 比較沒有辦法 馬上做連結的事情 可是像寶可夢 金利寶可夢 不就把一堆人帶到國外去了 所以那個算什麼 按照你們的分類 你說這樣算是我們的 它算線下面對面 培養我跟變電箱的關係 還是怎麼樣 對,因為我們一直糾結在說 關係的感向面對面的 像我們現在這樣 因為chapbot chapbot它只是一個工具 對 但是手遊 真的要講的話 也是有實境解謎這種類型 對,有 那如果是實境解謎 那chapbot只是把你帶到 那個地方的工具而已 所以它最後的end point 還是線下面對面對接 但是你透過線上 你認識一些 你平常根本不會趕 踏進去的地方 for example 對,那我會覺得說 digital 數位本來就是把人跟人連起來了 IT才是把機器跟機器連起來 所以我們一開始 如果已經很明確說 我們就是要把人跟人連起來 那我們用的所有數位工具 都是為這個目的服務 但是就是說 現在感覺上 你們用chapbot的方法 還是比較是 好像 停在 就是跟機器人互動 對 因為它之後就會 它的end point 就是一個類型 對 因為機器人並不call to action 當然 對,它不像 它譬如說歡樂無法黨 那現在解散 還沒有解散的時候 那個機器人 最後是讓你去投票 所以意思是不一樣的 對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困難點 就是我們其實 在做這件事情很久 就加進教育的倡議 但是大家好像 對這件事情 就沒有興趣 對 像我們其實做了這麼多文章 內容等等之類 要怎麼樣讓他們喚起 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樣子 不是你生的小孩都在學 其實可以 在生的小孩之間 就先做預備 談那樣這件事情 也可以先學 我覺得應該是 在他遇到痛點之前 就先發現 對 所以很多人都是 我生小孩發現 喔我們不會帶了 然後我才去找包幕 或是問媽媽 對 但如果可以先預備的話 那這段症痛期就會比較 過得比較舒服一點 這樣子 理解啊 但這個是兩回事 對不對 一個是說 他本來就打算要小孩 所以他們先做好功課 然後再懷孕 對 這是你們最喜歡的狀態 當然 但是我想大部分都不是這樣 所以是不小心懷孕了 對 或者不一定是不小心 就是說 可能沒有特別做這個計劃 但是也覺得好吧 那既然懷孕了 就生吧 等等 就是說 他不一定是事前有過 比方說兩年三年等等的 預備 預備好像修個學位 那樣子 他可能是兩個月三個月 就是覺得穩定了 那就懷孕吧 也就懷孕吧 對 那我理解到的就是 會把親職的準備 當成要類似休學分 這樣子的 其實應該是少數 很少數 對 那是先發現懷孕了 然後再開始找相關資源 這個有 就很多不管是 住茶 坐月子 等等的那些資源 同時也會去想胎教 也會去想 等等 怎麼樣當個好父母 對 那這部分就很多 但是那個就是他懷孕以後 對 的事情 就是 人就是要面對到一些 可能分岔路 才會尋求一些 協助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現在的目的是怎麼樣 是說 需要給喚起這些 還沒有踏進分岔路的人 可以告訴他們 其實你可以先來預備 但可能在邏輯上 就覺得他根本不知道自己 要踏入分岔路 這不是很work 對啊 不是很work 這是一個 Total邏輯 沒有錯 這一次我們一直有被 目前在操作真實體上面 發現了一個 算是一個難關吧 對 就是 即使我們知道說 有一群人 他可能他還半個交往 就很 就是關係很難 但他們還是 我們還是眼睜睜目送 看著他們走進 回憶裡面 然後也很慘 對 那這個其實就有點像 你剛剛的那個量表裡面 說輕施的那一部分 就是說 假設他的小孩現在真的很小 可能才兩身歲 什麼之類 他不會想到說 那我應該要先去超前部署 了解小學的課發會 怎麼運作 這個太遠了 是四年五年以後的事情 兩歲忙動忙死 怎麼會有空 弄這個 所以你看 縱使這個 它是已經可預期的 而且可以算 五年之後就怎麼樣 它還是沒有那個 urgency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連這個都沒有 那你們現在說要 幫高中大學的 或怎麼樣 然後說你五年之內 一定會有小孩 要當一個好父母 就更不 work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難 對 好難 所以是不是反過來呢 就是說 反正他已經一定 他不一定是父母 但他一定是小孩 就是說 一個人總有長輩吧 跟自己的父母 對啊 嗯 那這部分 倒是 我覺得市場就很大 就原生家庭人那一邊 自知的部分 對啊 皇上的部分 就是說 輕職你會碰到一個 類似切後變遷的那種 就是不到黃河行不死 那種狀況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 應該現在做 但是就現在感覺不太到 或是很忙啊 對 為什麼我每個行動 都要算碳排放 對 對 大家都知道應該要算 我們以前有操作過 這個褚群叫做厭家者 對 就是他可能 對自己的家爸媽 覺得溝通不良 然後對未來成家沒有信心 對 甚至覺得討厭小孩 對 有操作過這個 有操作過厭家者 那在打學校操作的 然後回想不錯 但後來我們真的要把它實行成 要變成一個 可能是工作方 或是一些 那些 道具的時候 就發現好像不好操作 這是很難操作吧 這議題很抽象 超級抽象 對啊 就有點像是那個匿名借酒協會 那種感覺 有一點 就是 互相支援的那個 族群 它感覺比較像 諮商那邊要做的 對 就是因為不好操作 我們又收回來 這個議題好像很棒 就是大家好像有一點需求 但發現實際操作之後 很難做 對啊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子做群組 為什麼不是反過來做戀家者 就是說我很想要孝順 我想要知道怎麼樣孝順才對 我們後來在討論的時候 這個不是比較的時常 有 我們發現最後 後來就是 要吵 我要 就是我已經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要怎麼樣更好 或是我那個煩的程度 沒有到 這麼討厭 我是在一個終結 甚至是我關心我的家人 我又不想要不小心造成他們的不舒服 那就是太近的那一部分 因為你剛講驗家者 那已經到很遠 而且疏遠 而且可能有些trauma 可能已經做不了很久了 對 那這個就不管是家庭諮商 或一對一 或心理動力什麼 都要花很久的時間 當然不可能玩個桌遊就解決了 就是沒有那麼夢幻 但是如果他現在是 他覺得太黏 然後造成壓力 這個反而是很常見的情況 而且他這個時候就有動力 覺得他可以學說 那我還是很想要很關心 但是不要造成他的麻煩 對 那我覺得這一塊 我覺得還比較好切 說真的 也比較符合我們在做教育 不是在做 社會我們的補救 對對對 就不是治療 對 不是治療 那如果你這一塊切得比較好 那他跟他的原生家庭 掌握到這些溝通技巧 無形之中 他也是在做混淆教育 對 只是說你不把他 用婚前教育這個概念來賣 因為這個概念真的感覺很奇怪 像我剛剛一看就覺得 你常常要預防人進入婚姻 然後你說不是這樣子 那是預防要生小孩 也不是 那是預備要生小孩 但是預備要生小孩 通常都是他已經很穩定 關係非常穩定 那他也不會有一種好像 婚前教育這種感覺 所以其實婚前教育是最難的 就是已經結婚了 準備要生小孩之前的教育 這個也許做得到 尤其他如果已經肝壞人 對 那但是婚前說 我以結婚為前提 來接受教育 感覺怪怪的 所以我覺得在同一個年齡段 還不如去說 那我想要跟原生家庭 學習到 我們現在太年造成彼此困擾 到底要怎麼樣子 讓關係更真相 這個聽起來 就好像七成五的人都可以 對 對 剛剛像唐鳳提的那一群 就是說他可能 自己不太確定 未來他要不要結婚 什麼證據 我們就有點切的方面 是從成年子女的情感教育 因為我們在學校裡面 會教情感教育 但畢業了之後 就沒有人教他們情感教育 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 我們現在切的方向是這樣 然後可能會開設 開設一些實體課程 或者做一些 產品 比如說婚禮的日曆 挑戰包 實境挑戰等等 婚禮日曆是什麼概念 就是像是我現在 要準備結婚 那可不可以有日曆 這樣確認說我們現在 都預備好了嗎 因為像是心情上的預備 加一些 食物上的預備 譬如說要訂桌的 要去什麼的 從12月1號 開始翻到12月25號 那種advent calendar 對對對 倒數日曆 倒數日曆 沒錯 翻完就真的要結婚了 對對對 這是目前在發想的一個 一個很初步的概念 很有意思 這個桌一定會紅 真的嗎 好 這是我們另外一條 想要走了趁天子女的路線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有這款桌遊 對 那這款桌遊其實是想要 趕快fit in 那個 108克桿 趕快擠進去 對對對 所以想說 想要問問他們的話 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幫助我們 讓這個 問問秘境 這款桌遊 可以讓他們在108克桿的時候更 為什麼叫秘境 因為他們是找到關係的秘境保障 就是原本你可能不知道的事 因為它裡面就是透過一連串的問 欸這是一個 對新的 新的 就它裡面總共有141個問題 然後透過每一個卡牌都是一個問題的方式 它拼接的方式有點像癌人礦坑 就是我們用兩兩部隊的方式 然後核對之後就可以拼那個路 所以會當地圖地址 所以也就是說他們在過程之中 應該會遇到一些議題是他們從來沒有討論過的 對 然後用這個方式去建設討論 就是一個場地的機會討論 所以它其實就遊戲性來講 它具有作用的遊戲性 但是跟一些建設型的就是 一些拼 就是要搭劍型的這種遊戲的方式 裡面不太一樣 我看你老了什麼是海帶拳 海帶拳就是那個海帶拳 喔喔喔 海帶拳 對對對 所以它做完這一套之後 應該就會比較 會發現一些 彼此不知道的事情 對 對 但它就遊戲性來講 還不像是一般傳統 一般的 不會穿在桌遊店的桌遊 對 還是很像是教材 偏教材 對 然後我們就剛好搭了108特長的一個 不會啊 也有這種桌遊 有 也有 但只是 應該說它跟一般做市場那個切入點 就有點不一樣 可能是有一些特別族群的人 會想要玩這種 嗯 它是以任務為主的 像這種就比較像雞湯來了這個brand 它比較不是特定focus在人的人設上面 對 對 這個就比較像大家都可以remix 大家都可以就是分享出去 我拿一張空白的我也可以寫一張牌 沒錯 那種感覺 它比較不是一個個人型的教主的那種感覺 就是一個大家都可以參與的社會專案的感覺 嗯 嗯 然後我們有出不同的版本 就是那種是 這個是朋友的版本 然後這個有小心雞雞的 小心在那個親戚的就是 他們是情侶 對 然後像這個是大雞帶小雞的家人版 對 就會有些復刻以前的照片啊 對 或是你最喜歡家裡的哪裡啊 什麼之類的 對 對 復刻就是說 自拍然後擺一樣的字型 對 對 然後還有這個不熟的 對 不熟就是漣漪版 對 就是可能第一次見面也可以玩的 預防一些 寧靜這樣子 嗯 但是背面看起來一樣 不一樣 背面是不一樣的 哪一張牌 有一些不太一樣 就是它是因為有那個拼湊的水質性 這樣 然後它的為什麼會分顏色 顏色是因為一開始 最少石頭的 一顆石頭的 實質性的問題 譬如說唐宏你喜歡吃粥還是吃 吃蛋餅這樣子 它一定有個實質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就是喜好性的問題 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 感受的 還有我們曾經的回憶 或者是比較抽象的性感 或者是你怎麼看我的 就是它是有潛入深的概念 對 這個才是心動 對沒錯 就是這樣 焦點討論的順序 然後這套桌遊是我們 因為之前有一些課程 然後開發出來的 對然後想要把它往學校裡面推 因為我相信還是學校是比較需要這套 像對於一般人來說 Party Gang選擇這麼多 他可能不會選擇我們這種左右 學校用這個 有一些輔導 這個我們在蠻多諮商的場域 如果是進到心理諮商所裡面 他們有這個討論 就是有些資商所買的 採購之後 他們是要做他們伴侶的那個 就是伴侶諮商 這是很難想像的學校完全 學校的話 比較少 但是如果是對家庭教育中心那種 比較多是夫妻之間也會有 就會有些機構採購 不一定是學校 不過這就跟英馬克康比較遠 真的喔 英馬克康是國教 我們現在目前 切入的策略是 這個東西是 結婚要18歲 國教結束是18歲 兩個世界 不主要切情侶部分 主要還是切同才公共 或是人際 所以這款桌可以幫助你了解 就是用蠻多達理創的概念 你有沒有了解 你在跟這個人玩的時候 你知道你眼中的他是怎樣 他眼中的你是怎樣 可是你們明明又是做婚姻的準備教育 所以這個桌遊是 都可以做的 邏輯上我們現在目前 其實我們自己也會有點疑惑 但是我們目前切入的角度會是 當他了解他在別人眼中的印象的時候 是有在幫助他準備未來的家庭 就即使他現在在談戀愛的還沒有要結婚 但是無論如何先跟他練習一下總沒錯 對 其實是這個意思 甚至還沒有進入關係 直接講很奇怪 但是就是這樣子 或是我們現在 他現在可能 因為對很多國防專員 他根本沒有那個對象 那個對象是誰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用這個練習 或者是他可以跟他家人互動 互動 所以沒有對象當然不可能玩這一副 但是還可以玩別的 對 把他抽起來玩就還是可以繼續玩 因為他是可以混搭的 OK 好 所以 所以 我比較大問題 課綱的情感教育 通常就是你要說服學校的課發會 只好有一兩個 試點的學校 他願意幫你的這套教材教法背書 然後在他們的社群 不管是孟恩的那種就是老師的社群 或者是他的地區一定會有貢貝 貢貝的社群然後幫你去宣傳 但那個前提都是說他教育自覺的超棒的 沒錯要找門生嘛 對 Exactly 你很懂嘛 對 就那個平均起來 我願意推薦別人的那個程度 至少要到九分吧 的那個程度 懂意思 還是要找一些大咖的來對這個 就是他得玩過之後覺得真的很有幫助 懂意思 我們是有接到 我們之前有做一些教室演習的常識 然後也有去過共貝的社群裡面 也有介紹 大家反應也不錯 嗯 然後也有些陸續回去採購 但就是 就這樣而已 對 我們就是覺得停在這裡 對嘛 感覺就是七八分嘛 8.7分 不會再高了 對 沒有到九分 然後停到這裡了 我們就覺得 到底是差了那個 譬如說那幾億兩分 在哪裡 我們可以怎麼做 可以把這個 東西鋪墊上去 譬如說我們已經塞了門繩在下面 還是不夠高 那還要塞什麼東西 它可以更高 這樣子 你的這個 嗯 就這樣一盤要玩多久 一盤大概30分鐘 30分鐘 要快的話可以 太長 有點長 嗯 下個新的想法 可能就是 做簡易版的嗎 我也不確定 或者用同樣的 但是規則 稍微調整一下 嗯 嗯 因為它可以 用來做破冰 對 破冰的話也有五分鐘的用法 對 我們有一種 另外一種形式 是後來自己發現 就是拿一些牌出來 然後就量量 就是直接用走路這樣 然後大家 量量完 對啊 對啊 那這樣子五分鐘就完完 嗯 嗯 我會建議說 嗯 就是它的最佳用法 通常是現場的人發現的 絕對不是設計者 在發現的 對 就像3M便利鐵 本來也不是打算當便利鐵用的 對 它是因為不夠黏 所以被發現不夠黏 有不夠黏的好處 對 那我會覺得說 嗯 因為 按照你們對這個的解釋 我覺得它 有點太structured 哦 對 就是它的結構太多 那結構多的意思就是 老師在現場 變動性不高 變動性不高 它就很難一定質疑 那意思就是說 它整份 這個教材教案裡面 可能就出現一兩次 那這樣的話 它就不一定會推薦別人 不會把它重複利用 對 就會把它重複利用 但是如果是 好比像說 便利鐵白板筆 這種東西 它每一堂都用得到 只是用法不一樣 那這種它就一定會推薦 對 我們剛剛做的是 家庭教員萬金有的概念 對 它其實是一個Tool Kit 就是說 你在這種情境下來 你抽個五角來也可以用 你在那個情境下來也可以用 對 最好能夠到塔羅牌的程度 沒有 對 這些版本 或是情緒卡 那種就是看普遍的 你要怎麼樣帶都可以 對對對 我會覺得 你往Tool Kit的角度做 那這樣子的話 你們的好處就是說 它的Best Practice 就不是你們在寫 那一方面你們的Core Center 本來就是人力嘛 對 所以如果你們有一些 Early Adopter 一些門神 他自己願意就是 呃 對 展現一些神奇 什麼 對 那這樣的話 第一個你們想力 那第二個是說 它的這種變化型的用法 說不定才是這個 比較能夠切入 課章或公費社群的用法 你幫忙想Structure 畢竟你並不是每天在第一線 對 對 所以你真的能夠想出 多麼切合第一線的 其實也不一定嘛 所以說不定 作為設計師 我們可以更Humble一點 嗯 對 就是說我們有一大堆類似像 比如說 樂高防快這種東西 我也不知道最後 你會拿去怎麼用 但是至少它很精美 嗯 那我們來 有個Brainstorming Workshop 大家想一想可以怎麼用 對 那可能拆成五分鐘 一分鐘 隨便 斷用都可以 它跟別的東西結合也可以 嗯 等等 那我覺得這樣子說不定 才是接入的方法 嗯 對 不然結構太嚴密了 懂意思 對 它需要很大的一個 先輩姿勢 它才可以開始玩這個 嗯 的確是我們的一個問題 嗯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在做佳營教育 就如我們前面講 太辛苦了 就是好像快要餓死了 對 所以我們就找另外一個方向 然後就從企業端切入這樣子 黑暗對話 對 類似這個概念 對 然後我們就從 Team Building 啊 溝通數的方法 做切入 對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本業還是只會做家庭教育 這樣 要怎麼樣切換成 商業的語言 譬如說叫他做這場溝通數 對 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轉換期需要一點陣頭 然後也不確定這樣 我們花了這麼大的成本 丟下去了 這是你們想的 還是投資人 還是誰想的 這是我們想的 你們自己想的 對 那是因為你們自己有去上過 Team Building 的課嗎 有沒有上過 那覺得很好 有一些接觸面 就是因為我們在談論議題 比如說講溝通 你覺得我們可以做在幹嘛 有一些部分 也可以做在幹嘛 但我要溝通一定沒有 有一些部分 對 但是就會有發現 因為其實溝通這件事情 在關係裡面是很類同的 特別是親密關係裡面 它的溝通應該是 照樣說應該是更深層的 最難的 所以我們有理解一些溝通的脈絡 然後覺得有些技巧 都隨便舉例 比如說我訊息 或者是三明治之類的 這種就是很萬用 在任何場面都可以 對 所以我在想說如果走企業這個接觸面 它可能 maybe 接觸了 因為它也是一個比較 比較 算剛需嗎 就是比較廣泛的接觸面 對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學校這部分 比較不好接到那麼多案子 然後我們大家 那我們往另外一個角度切的話 從企業端來講 會不會就比較好做 如果都一樣是做溝通 一樣做什麼這樣子 對 因為 Team Building 這個市場當然非常大 對 但是通常都是你要跟 Decision Maker 有比較好的關係 這跟管固是一樣的意思嗎 對 因為很少說 我是一個剛進來的職員 我建議說 那我們公司雖然去一個 retreat 這個不太可能 對 那但是如果它是 比較有制度的HR部門的話 那HR本身就會去採點 或者是去試各種新的東西 對 那他發現這套真的不錯 那HR就可以帶給 Decision Maker Decision Maker 好啊 那我們下次大家來做 這樣 對 那只是說 你們現在有跟任何大的企業的HR 有什麼接觸嗎 我們目前有放一條線在商會上面 對 商會上面就有直接有接到很多老闆 那很好啊 對 想從這方面調 對 但是那個產業可能就是包羅萬象 對 就是那個什麼美容美髮的啦 對啊 什麼都有啊 對 但是有的確是有接觸到一些這樣 對 對 但就是在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原本的線還是可以抓到一點錢 但是它沒有辦法 支應我們的時候 我們想要轉彎的時候 這個轉彎是 是好的轉彎嗎 軸轉 也要有主軸才能轉 這個像Pivot 另外先有一個 穩定的一個Value Proposition 就是你這樣子轉 你是 只是稍微賺一點錢 還是你覺得你這樣子的東西 可以回過頭來 feedback 你這邊的研發 或者是你這邊的論述 我們都取迷它叫做腳踏車概念 就是如果後輪是給供給我們那個能量 對 那它就是可能是商匯這一頭 它可以賺比較多的 對 沒錯 然後前輪就有點像是理念的概念 那它後續就可以這樣理念的概念走比較遠 對 因為有後輪的支撐 我們的概念是這樣 好 我覺得無論如何 就先接一個Risk Free的案子來試試看 這樣你們也可以知道說 試水溫是不是FIT 因為這一套東西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這一套東西你要用來做一般的企業溝通 或什麼 成如你說的 就是這個都已經那麼intimate 你都可以處理了 那這種Working Relationship 理論上應該更容易 對 只是說你們是不是enjoy這件事情而已 你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這我一點都不懷疑 對 只是說這是對你們是不是time worth spent 這個才是真的要回答的 嗯 每天都要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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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一種技巧 反省 好 你還有嗎? 我沒有了 我們還有一個訂閱的 對 就我們還是 因為我們剛剛有那個寫手 記得嗎? 就是很愛寫文章的同事 好那我想到了 他就我們來做訂閱治好了 這樣子 請大家訂閱我們 然後他就發售一些文章給他 然後就訂閱養一些客戶 之後可能再推 比如說桌遊 推課程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接受 真的取得比較好聽的筆名 或者他如果很喜歡本名 就用本名吧 所以還是要以他的本人 你如果是寫手的話 寫手的話 一定要一個名字 對 你很難想像一個寫手 長期寫 然後沒有一個名字 他可以是筆名 很多筆名 本名更有名 對 對 但是你很難想像 就是我的筆名叫雞湯來了 這不會 那他的臉是不是要一直露出 這樣子會比較好 看他的偏好啊 都可以啊 他不排車的話 如果讓他露出 會更有 更有 更有 我覺得這都是 因為在初創的好處 所以你不用勉強自己做不喜歡的事情 對 而且你的Value Proposition 是要靠你一支 勇於Say No To 你不喜歡的事情 來建立的嘛 對 所以完全看你們的偏好 就是如果你們覺得 就是長得很帥很漂亮 那很願意露臉 那就露臉 對 那如果你覺得說 他比較想要一個抽象的icon 有些icon 好必先說 嗯 牛鼠鼠或者小叮噹 也是很white 並不遜於任何真人 對 那但是還是要有一個人生 對 很明確的 還有個性在裡面 還有自己有一些 既有固定模式 對 總之不是雞湯塊 雞湯塊沒有個性 這個大家都知道 是 好 那我們先買一組 那問題 我先來 好 好 好的 對 我也覺得這個team building 就是 我就很直白的說 就是如果你 conform 主流文化一點的話 這樣是什麼 你就可以說 你是在傳授小島 對 對 就是 其實這也是我們現在在鐵如 是試圖一點的那種感覺 對 which in a sense 是真的 你們真的是在傳授小島 是沒錯 對 尤其是在怎麼跟就是長輩溝通 對 對 我們有發現我們繼續 比較會 地紙規什麼東西 比較會進退 什麼東西 可能會判斷那個環境裡面的事情 讀空氣什麼的 對 當然讀空氣 讀一讀 自己在延小去找 所以過猶不及了 但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如果是一個大的 而且比較是傳產 那他會有一個很常見的complain 就是年輕人或二代或什麼不尊重當北 這個是非常非常常見的complain 那也許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導致說很多 不管二代接班或現在是 可能有些三代 他們的那個 這個translation 本來可以很順的 但是可能是 就是完全態度或提摩疾問題 所以變得稍微比較卡卡的 導致說 那這個新人被說不定只好另起路造型 這種故事很多 對 在傳產啊 這種故事非常非常多 那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build it as 就是讓有決策權的長輩知道說 有一套基於科學知識研究 但是傳授教導 對 這樣子一種組織 那這個年輕人 這個來上了之後 都更追蹤長輩了 which is true 那這樣子的話 是會work 我想要再提自己 顧問一下這個延伸的問題 是那因為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現在遇到一個卡店 要用吉湯來的這個品牌為名去做嗎 還是先用我們個人的身分去做 因為如果用吉湯來的品牌為名 那大家會不會很confused 就是你們不在交加人溝通嗎 然後從現在又談到職場這些事情 嗯 因為我們做這個品牌 可能已經做了兩三年了 對 可能雖然很想中 但可能在學校是比較 他們如果需要一些案子的話 會從這邊開始接 對 你看一個品牌不要錢 對啊 一個新品牌不要錢 對啊 量數最快 對啊 當然啊 我覺得 我覺得你的受眾如果很明確不同 就不要叫同一個名字 就很明顯的 笑到公司的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叫笑到還不錯 對 對 那當然就是說 對於產業來講 呃 焦笑到 還是會有一點點怪 因為畢竟它 就是太 太有一種 好像它是家族企業的感覺 但是好比像說 如果說 你倫理 那這個就大家都一定沒有問題 嗯 對 就是我還是會覺得 你就取一個 感覺就非常四十五千地子貴的 的那種名字 哇 哇 我們本來想要做這條路線 是最甜 最甜概念 得人疼 得人疼長輩 對 對 對 完全一樣的東西 我剛才是在長輩的立場下 你們是在晚輩的立場下 對不對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我比較難換位到長輩的那個立場 是嗎 對 不是要換位思考 想要怎麼樣的小孩跟我應對自己的 對 因為你這樣子切入的話 他也願意學嘛 嗯 就是對他來講 他也有一些tips 他學了之後 他發現跟其他人相處更好 對 但是從他的觀點來看 仍然是說 那這是一套系統 那年輕人也學 我不要落後時代我也來學 那學了之後 我跟他躲通就變好了 而不是說我分不上時代了 那快要被時代拋棄了 我為了要救自己的命之後來學 可能這樣概念是不一樣的 對 一種是說 大家是共好 就是都來玩比較好 那一種是說 你輕人已經很厲害了 而且我快要被拋棄了 這樣就不是很好 對 感覺就不太娘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重點還是說 就是it takes two 就是跨世代的溝通 需要兩邊一起來參加 那所以像我們現在常說 輕人工創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以前這邊叫什麼 輕創吉利的時候 就那個長輩來看到招牌就走 他覺得這邊是輕創 沒有我的事 對 輕創沒有我的事情 而且他會覺得很frustrate 因為他本來是很多創意的 對 那我們現在就叫輕創吉利 因為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可以輕創嘛 那 所以通常的道理 就是如果我們的招牌是輕人工創 那本來你組隊就需要輕人工創 那本來你組隊就需要輕人工創 那這樣就不會有誰組誰從 對這個問題 那通常的道理就是說 我們講孝道其實 takes two 那如果是講倫理 世代溝通什麼 也很明顯 takes two 對 那如果是講嘴田 感覺上就把長輩排除掉了 對 長輩來解嘴田是什麼意思 對 對 懂意思 比較inclusive 那我想多更問一下就是 剛剛講說如果我們要做數位轉型的話 對 剛剛唐先生有提一些譬如說做實境啊 對 做什麼方式的話 如果以你個人 就是你覺得會比較有趣 或怎麼樣的方式 是可能我們可以先開始做嘗試 小規模嘗試的 桌遊 桌遊嘛 嗯 就是讓他們玩桌遊這樣子 對 像是座位轉型的一種嗎 桌遊也可以變身上 哦 身上檔達像超多的 神來變身上 身上桌遊非常容易寫 其實是最容易寫的尤其是 真的 真的 我以為是app 因為有很多toolkit 有很多那種你只是抽換卡片的名稱就好了 它是generic的所有 因為好不像你是卡片遊戲 你這個一定有文字檔 對 你就全部key進去就做完了 真的假的 就是白牌的 對 對對對 因為它是generic 就是它的規則不是靠城市enforce 是靠就是facilitator enforce 那個城市就只有出牌 手牌手奈等等 就是它規則都是一樣 只是你那個牌面上的 對 那像這種就沒有成本可言 你很快就可以組一個傳玩這個 看一個線上桌遊 對 我要在哪裡可以找到這個 其實有非常多 所以你去這個混桌遊的圈 這個稍微問一下就可以了 對 嗯 像桌遊 嗯 嗯 而且這樣有個好處就是 它的經驗可以transfer 嗯 就是你它不像說一面開個視訊 然後一面開個桌面分享 或連到一個桌遊的伺服器 那你在視訊上面 你這些facilitator method 照用不無 嗯 那你學到的這個牌 因為就是實體的牌 那所以等到我們就一團實體玩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用這個牌 對 它不會變成你線上玩一套 然後到這邊就不一樣 嗯 就不玩的情況 嗯 當然是取代性能那麼高 就是它有一個continuity of experience 它的那個體驗是連續的 嗯 那這個體驗連續去 才可以把線上帶到線下 哦 對 嗯 對啊 就像很多人收集球員卡 所以它會去看比賽 是一樣的道理 哦 對 就是它線上認識到一個東西 所以它現在有事情可以做 有道理 就是它有先體驗過 因為我們的確有在討論說 我們這個桌遊 沒有體驗過很難理解它 對 這是我們的困難 對 那就算是你稍微花一點點錢 其實沒有花多少錢 開發一個類似 像那個Solitaire這邊怎麼翻 那就是 那叫什麼 指排順序 指排順序 的那個接龍 對 那 對 就算你把它弄成一個 就是單機版的 你可以稍微玩玩看的 嗯 那它完了之後才知道它的mechanic 那這種也不難寫 這些都是很好寫 好 總之我現在知道這又沒有難 對 這都很容易 因為我們是 就是徒手 對 我們跟數位有關的就是徒手 對 所以我現在建議的也都是幾乎不用寫成詩 好 耶 好 我獲得了 更多的 對 有數位轉型的新方向 奇怪的只是分架 啊 哈哈 沒了嗎 沒了 後面真的沒了 對 那我們有 欸 你有帶什麼 我有帶那個 我們的 那個 資料夾 都是雞們這樣 對對對 我真的覺得它作為一個品牌的識別度很高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我只是覺得它來寫文章非常奇怪 好 我們目前是沒有找它來寫文章 對對對 然後這個就是 北方一波上 OK 可以放您的影片 還有一張 書籤 書籤 這書籤太多了 都是我們自己說的 我這個 周邊狂 對 我是周邊 我還有出貼圖 奇怪都有 沒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奇怪的東西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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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感謝 不會不會 好我們再去 按鈕才有 要拍照 對我要拍照 對我們希望可以跟 沒有問題啊我就拿著這個拍嘛 對 感謝了 好啊 你可以介紹一下我們